好,今次想说的就是Sigma 18-52.8,这支是C系列,不是Arch系列,另外也是一个新的APS-C用的 初初大家以为那支镜的设计很像最近他们新出的几款i series系列,比较金属一些,有光圈环,但又没有 变成了这支镜的卖点就很小了,大家看到这支镜头就不知道它是多小 但是一配在L-mount的机身,即F-P的机身那里,你就知道这支镜头大概是多小 这款镜头今次跟刚刚之前几款Sigma新推出的镜头一样,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那个口径是很明显比以前的镜头很多,但以前Sigma通常会走路线 就是成像圈很大的,例如它最夸张的速度是41.2,那基本上那支镜头就比现在腾龙的35150 但是大成像圈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出来的影像,读到哪位都保持得很好 而不需要有一个很漂亮的光合结构,即不像Pentex那么傻,要限制自己那支镜头很小之余 又要很漂亮的变形矫正和光合结构,相对容易做的 但是亦都有衍生了一个问题,就是厂方的立场就是那支镜头很大很重 所以碧玛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候走出来的,而且也令整支镜头的生产成本是多了的 但是现在开始它看到另一个对手,主要是守藤龙,它经常做一些很小的镜头 全部67mm内,很近的最近对招距离,它这次开始都成为了 由它新的那几款Rcivis的系列开始做定招镜,但是是小光圈 就是和以前很大支的碧玛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比 另外这次这一款的18-52.8也是相对比较小的 当然你问我,其实它们也在Aeromine那边是没有镜头的 其实基本上要很靠Sigma自己出镜去维持整个Aeromine的生态 Aeromine也没有镜头,在E-Mine不同,在E-Mine不同,使用Sigma,使用腾红 使用原厂,使用Touken,使用其他杂牌,甚至使用Canon镜转过去都可以 但是在Aeromine,在转接环方面的配套发展不太发达 所以很靠Sigma那些原装镜,甚至我看到有些拉架的人 Aeromine也要做搭置Sigma下去 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新系列的镜头,即Sigma 其实很多时候最多只意不在E-Mine,而是在Aeromine那边 E一支我都觉得是,当然它也都一锦两尾 会出了Sony APS-C的E-Mine 那就有一个好处,你会觉得相机的镜头很小 而且很就真,甚至比Kid镜更加小 也有些似乎是18-52.8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,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影有 都已经就出了以前A16年代 如果大家不知道A16是什么呢,其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以前大家知道A16,初头出的时候 在2003、2004、2006年代还挺好后悲的 就是那些人刚刚拥有了第一部APS-C的单反数码机身 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,你除非要是买L镜 要是用跟机那些套装镜,就是那些Kid镜 18-55,但是呢,腾虹就是在那个价位 只剩下$2-3000的镜头,就是$17-50 这样是$2.8 大家那时候就觉得这支镜又很细致,画质又OK 但是后来其实现在,当大家有这么多不同的镜头 又过度,相机也都过度,由单反过度到无反一年代之后 其实大家现在问我,弄一支$18-50那么短的镜头 即$3倍都不够的镜头,其实是不那么好的 因为呢,你会发觉呢,很难去发展,就是你配镜头开始有困难 这支$18-50,其实本身在那个APS-C的机身 它等于大概$28-$70,是标准啦 即是好像它Full Film那边有$24-$70,有$28-$75给你选择啦 但是呢,我只可以说能够遮到一部分的用处 而你也都需要去配镜,基本上你都要买一支$70-$300的人 而Vitrix呢,APS-C$70-$300其实是很极致的,很少镜是这样做的 即是变了其实你会有点觉得,即是一支镜 可能你真的买一部机身而配这支镜 但是效果未必是你想象中的那种 那当然,APS-C的机身配镜头的比例相对还是小的 即是现在,可能你Full Framework基本上如果你说很发色的用处 可能是6-10支镜头都有的 但APS-C其实可能是1点几支至3点几支镜头 顶碰都是一支Y,一支Terry,一支中间的顶招的大光圈的镜头 所以我不可以说这支镜头一定不会吸引 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,大家要想起来 其实这支镜头基本上,我觉得有两个用处 18-50,即是会买这支18-52.8,第一就是取代击镜头 但其实现在你要想深一层,你买Sony 6000系列 即是6400,6600,有多少人再买那支16-50的镜头 这支镜头应该都相对不多了吧,买几支镜头好像价值 取代击镜头第一个用途,第二个用途就是你不会再买镜头 基本上你是用到6000机身之后,就会只用18-500 那变了我觉得你不如在新的年代,你不如玩定招好 例如你认识自己那些Icivis的定招 又或者之前推出违却那些其他的定招 那其实选择可能更多或者更多元化 那都变了是有少少难度的,但是当然在APSE来说 是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那我反而想,有很多人问 这支镜头会不会最大对手是腾虹的17-70呢 那可能都是的,那腾虹就想了可能一个 就是从一个用家的角度,想到一支镜头 那支镜头会比较弱一点,Telly也比较弱一点 那承回出来,那支镜头就等于大概25-6mm 至到180-5mm,那支镜头会比较好一点 那支镜头有防震,也有AI防震 那变了令到拍片方面也算是勉强兼顾到 那当然腾虹的问题就是,17-70呢 那支镜头稍微大了一点,相对于Sigma EZ18-5mm 所以就变了,可能有部分人觉得外形不太漂亮 但其实老实说,Sigma EZ都不是很好的 但起码它真的会做到很小支 而且也有一个特点,就是跟近来那几支Sigma出的一样 当你做不到它50mm,Telly那边的镜头伸出来,偏长的感觉 例如大家有看150-68的DGDN版本 其实它去到68的时候,那个长的比例程度 比单反那个年代是有多一点的 因为它要计算后面的发延距嘛 所以那镜头伸出来的比例是多了很多的 不知道为什么Sigma就是要做到一些镜头 在Telly那边伸到很长很长的,相对于其他分牌的 这次也例不例外的,你看它伸出来的那张图 基本上到50mm的时候,都伸多了接近一倍出来的 而且通常这么小的镜头就牺牲了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成像圈,以前这个就是Sigma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牺牲了,它真的要很靠那支镜头的变形矫正 软件矫正,各纲的结构要发挥到差不多 所以通常,Matrix通常这么小的镜头 光学结果怎么做都不会做得很超级的 你猜这是Pentac?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这支镜头 确定位在大概三四千元留下的话 它应该都可以,因为现在其实在APS-C的时代 无论Sony啦,无论LMAR,无论之后 可能是Sigma有机会出富士的,XMAR的镜头都好 其实所有APS-C的镜头你不能买得太贵 因为本部机身有可能都是四千至六千元 无论镜头贵的机身很多 所以你见头17-7月70,其实它都是卖五千头 人家有VC,又没有Rain,又宽阔一点 所有东西都齐备 所以变成Sigma,可能这次无论打的市场就真的低了 好了,大家如果喜欢我这一段影片,麻烦大家可以赞一下 还有如果未收到视频情报失际频道,可以收到视频情报失际频道 还有如果有留言,欢迎大家留言,多谢各位,拜拜